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论难度 图织住脚 传前点三块机器 把球破坏 这个破坏的很及时 对 到边路 路遥传重球 两个人抢一个点 但谁也没争到 三位还有 左脚的传冲球 中到一点下来 二小飞的出击把球打倒 这个出击很及时 郑佑容进去之前 漂亮 有机会起球 打门 漂亮 漂亮 72分半钟 同情立分在课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2比0 取得进球的是郑佑容 王栋的做球 进去之前的防守完全是处于真空 河南建业 刚才这一次 这应该是后腰位置来照顾到的球员 后腰的时候 后点 阿贝尔还在追 强出来 都叫他传中球 一点谁都没顶到 还有机会 能不能起脚 打门他抽进了 他们应该是进球有效 但是防守球员失忆 进球有效 边才可能举棋了 边才举棋了 团出来 一点谁都没顶到 随后 安家宝完成了打门 弹回来之后 这个球 有来了 吉料地有机会射门 再打 3比0 这是锁定胜局 84分钟 空中立分用吉料地的射门得分 锁定胜局 3比0 郑永荣传的 瑟尔兰多 瑟尔兰多 祝空 吉料地 关键是在防第一线的时候 阿贝尔自己有一个滑倒的情况 路遥再传这条球的质量还出了一下 球门球 关键捕食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对 球门球开出来 赵白应该就像吹响结束的哨应了 好 没有给开球的机会 张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应 最终呢 在2016年的中超联赛第17轮过后 重新立分在客场 中超联赛